爸 你也知道啊 我跟小夏 他们这几年不容易 我之前也答应过他 好好照顾他 保护他 呵护他 那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是不得说话算数 我的孙子爷 奶奶保护不了你 这是干啥呢 说着说着怎么还撑着什么呢 爸还陕北 你怎么回事 不跟着我一块儿哭就算了 你怎么 你俩何几伙来欺负我 说他们就说他们嘛 怎么又说上我了 我不害他 我也想抱大婚伯了 咱们应该已经被拜吧 那天过去 不管是爱闯还是爱笑 早还得来一个 咱先干一个 来 我妈可能误会了 我跟你的关系 我再次跟你道歉 露西 你想不想知道 这次威曼收购华企的结果 难道你知道结果 我知道 你肯定期待着今天下午 华企执带会的投票结果 如果职工代表大多数赞成 被威曼收购 你就会多一份胜算 我说得没错吧 别说废话好吗 那我就直说吧 你 放弃吧 理由呢 理由嘛 很简单 很多职工代表 都知道了一个消息 除了威曼要来收购 还有另一家外企 也想跟华企谈 而且这一家不是收购 而是更公平地合资 葛太平 你就是那家外企的代表吧 是日本三幕吧 是日本三幕吧 华企小姐 你特别喜欢从我这儿打听一些 对你有用的情报 但时过境迁 这次你可以随便猜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彬彬有礼 点头哈腰的样子 还用得着我猜吗 现在 你身处异象 想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 你曾经说过 人在失忆的时候 酒 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 在华企的地盘上 我希望 也能给你一些温暖 葛太平 眼镜拿走 你走着去 你走着去啊 长安 大爷 赶紧追啊 小两口嘛 能有什么大事啊 大爷我跟你说啊 还真是大事啊 是吗 小夏 我没想到 我原本以为这次收购 最大的障碍会是那些厂领导 但是时代会的投票结果出来了 居然那么多的职工投了反对票 但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说对于那些职工们来说 这次收购 是百一而无一害的 他们为什么会反对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类 最低的是生理需求 水 食物 睡眠等的 在这基础上 还有安全感 爱和归属感 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各种需求 对于华琪的职工来说 不也是一样吗 有份工资不下岗 只是最低要求 他们有资格 也有权利 追求更多的东西 你就别跟我说这些玄虚的了 在我眼里 无非是因为华琪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而已 那你知道吗 还有一家外企药来跟华琪谈合资 不是收购 是合资 是吗 我还真不知道 而且这位华琪子弟葛太平 跟这家外企还有关系 说到这个葛太平 真是可笑 你肯定想象不到 昨天她母亲去酒店找我了 还带着她那个孩子 还找你干吗 干吗 她就是想来给那个孩子认妈 我直接告诉她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结婚生子的事情 而且 我要是一个母亲 绝不会抛弃自己的亲生孩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听到母亲这个词 有点感慨罢了 你有青梅竹马的恋人 为了她 放弃了大好前程 奋不顾身地回到了这个屠山沟 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赶紧生个孩子吧 天伦之乐 才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等到以后老了 儿孙满堂 寒衣弄孙 总比在家里冷冷清清 抱着一辈子获得的几百份奖状来自我安慰 不要幸福得多吧 我们俩很像 事业心都很重 你说得对 抱着几百份奖状 并不是幸福的全部 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说实话 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这一路走来 你事业爱情一样都没落下 我呢 事业倒没落下 爱情被我落下了 你也不要过早地给自己下断言嘛 沈香 其实你对我并不了解 在威曼 大家都叫我露西 其实我得比你叫陆洪翔 出生在大西南那个三县小县城里 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 女性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没有工作 上到初三那一年 我记得 家里头只能拿出一个人的学费 姐姐就把上学的权利让给了我 也把人生的幸福让给了 后来 上高三的时候 二十岁的姐姐 跟县城里其他姑娘一样 早早地嫁了人 二十岁就嫁人了 你不是在我们那里长大的 你不懂 第二年我考上了上海的重点大学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跟姐姐一样大的女孩 正在大学里无忧无虑地漫步 而姐姐 比为人物 我一直都知道 没有散的孩子 只能在大雨中不停地奔跑 毕业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正好碰到威曼中国公司成立 需要得能翻译 我就去了威曼 因为销售有提成 我就主动加入了销售部 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做到了业绩第一 拿到了不菲的收入 年跟薛迟离开之后 我成了南方分公司的经理 又用了五年的时间 我做到了威曼中国副总经理 我奋斗了十五年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我可以跟你和徐迟这样的精英 坐在一起喝咖啡 人生如露 我们可以从荒凉中 走出繁华的风景来 这世间没有相同的一天 但是 我们却可以度过不同的今天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还会坐在一起喝咖啡的 走了 沈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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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爸 妈 你都在家呢 来 来 来 做这么多菜啊 过年啊 妈 慢点啊 这臭小子 那给沈夏做的你先吃上 看不看手 你是亲闺女 我是假儿子 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 我只能跟着见光 孙芳 我可告诉你啊 这个春笋炒肉 你老爸我上周就想吃 你妈嫌贵没舍得奶 这次一听说你要回来 二话不说 买了四个月 这孩子说这些干什么 妈 谢谢你啊 我跟长安呢 认真考虑了两天 你这怎么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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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纸啊 爸 有的有 来 来 你 你让开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喝水 压一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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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没事 爸妈别忙活了 没事 你们快坐 我有话跟你们说 坐 快坐 小夏 小夏 你无论做什么决定 我跟你妈都支持 是吧 包展 那我也表个态吧 那我也表个态吧 这事怎么定 最要是你们俩都想清楚了 想明白了 妈 都依着你 爸 妈 瞧你们说的 你们是长辈 怎么能都听我的呢 而且 这再过八个月 你们就要当爷爷奶奶了 我这儿啊 我不知道啊 拿酒来 拿酒 拿酒 好孩子 别跟我说 那好酒在哪儿啊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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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我去拿酒 你也是 你不媳妇 我一边 你不媳妇 你呢 你怎么能够 你哪儿 你能够 你怎么能够 我呢 你怎么能够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выпуск donu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试试 傅雅 介绍一下,这是咱们三目公司委派的谈判代表 葛太平先生 三部公司跟威曼公司不一样 我们非常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那种 霸道的收购模式 而是互惠互利的合资经营 未来的中日合资 华气三部股份有限公司 会引进三部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 同时充分利用华气现有的行业经验 和专业的职工队伍 本着资源共享 渠道共享 战略联盟 长远发展的原则 不断提升双方的核心竞争力 达到共存 共赢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三部公司对于股权分配 有什么要求呢 未来的合资公司 我们必须是控股方 华气以存量资产出资 占股百分之四十九 三部则以相应的现金出资 占股百分之五十一 你们还有别的要求吗 比如说呢 你也知道 现在许多国企啊 面临的裁员增效的问题 三部公司对此有什么要求 合资公司一旦成立 我们将会从日本进口全套的 现代化生产线 劳动效率将会大幅提高 所以在一年之内 华气在现有的职工基础上 必须要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员 下岗 百分之二十的职工下岗 这对于华气来说 这数目太大了 这就是四千人呐 这个是硬性条件吗 是的 太平啊 不 葛先生 今天呢 是咱们两家公司 初次会谈 我看今儿就到这儿吧 接下来呢 我们厂领导班子 会集中进行讨论 等讨论结果出来了 咱们再接着谈 你看行吗 F厂长 听您的 好 妈 太平 你快进去吧 你爸已经回来了 上 下 离 家 老 大 回 上 下 离 家 老 大 回 不改 兵 毛 催 儿童相见 不相识 校问客从何处来 爸 我回来了 快 快看谁来了 爸爸 爸爸来了 来 爸爸来了 叫爸爸 你倒真想个客人啊 好 我来 准备吃饭喽 吃饭了 吃饭了 嗯 你去把我那瓶最好的高粱酒拿过来 嗯 我 太平 太平 在屋里那个五斗厨 请那儿拿 坐这边 来 坐上来吧 太平 陪你爸好好喝一杯 咱们一会儿吃啊 咱们一会儿吃啊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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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 帮你干什么 你多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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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多吃饭了 这一杯 来 好 金葛达 赢葛达 都吃葛达 如果三目公司 能跟华企谈成合资 其实我认为是件好事情 但是 有个底线 就是不能让一个职工下岗 那如果三目公司答应这个条件 其他的 都可以坐下来谈 那如果他们不答应 一切面谈 爸 你想想 威曼的人来是怎么开条件的 他们张口叫收购华企 把华企变成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加工厂 如果真的这样 有着三十多年光荣传统的华企 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唯有华企根本就不可能答应的 这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 这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 所以我们三目公司 从一开始就很有诚意 我们提出合资经营的模式 希望双方能够共存共赢 爸 这是一次断笔求生的机会 华企千万不要错过 毕竟 您在华企做了十几年的厂长 我也不希望华企在您手上官张大吉 华企的现状您比谁都清楚 这个月已经全厂停发工资 濒临破产 舍弃百分之二十职工 是旧厂唯一的出路 同意让百分之二十的职工下岗 华企轻装上阵就能活下去 否则这么沉重的包袱谁也担不起 您是厂长 如果华企在您手上死了 您会被人在背后吹你的机脏骨的 跪了 儿子 妈 听奶奶的话 大爷 回来了 太平 太平 你不是回家吃饭吗 看来回家还是太早了 报主 报主 陈安 快 你哥说出失灵 快 怎么了 走 走 来 慢一点 慢点 陈安 小心啊 来 小心一点啊 李怡 您放心吧 好好我看着呢 小夏 你板个砍着 辛苦啊 小夏 我跟着一起去啊 好嘞 哎呀 你gren 站住 站住 我爸怎么样了 泰霖 你咋才来嘛 狗叔突发心梗 正在做手术 但是医生说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你小子把你爸都气成什么样了 回事 别这样 不过刚才是挺悬的 你看你妈都吓坏了 泰平 你长点心吧 你说说你啊 几年几年不回来 你一回来真的出这么大动静 行了 别再说他了 都少说两句 妈 我来了 葛大平 你这人挺阴险的呀 前几天还说 千万不能答应威满来收购华契 因为那样就是卖场 现在你倒好 不用我们卖场了 是你 把我们所有工人全给卖了 就是 庭舍和萨木盒子以后 又备份着二十的工人都要瞎杠 谁太恨了吧 你们嚷嚷什么呀 好好说 这泰平这次回来也是好心 这是在帮华契解决困难的 就是啊 坐坐坐 沉默 来 快走 快走 你看啊 那你那现在下岗这个事 他 他不是八字还没有一撇吗 是不是 至于吗 你们 都不想做下岗的百分之二十 对吗 那就好了 大家都不想背下岗 于是 大家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而且我们对于留下来的百分之八十职工 将实行绩效工资制 你的贡献越高 拿到的工资和奖金就越高 下岗本身就是一种优胜劣汰 你们呢 不要只看到个人利益 要看到咱们华气的利益 不要只看到下岗的坏处 要看到下岗的好处嘛 呸 下岗还能有好处 那我祝你们全家都下岗 葛台平 你这个人子精不敢耗私呀 你出几了好多年 大家本来还惦记着你 你都好 你这一回来就豁干干这些故人吗 坏故人 他那条蝶子他这还要撕 没完了是吧 不不不 都干嘛呀 都干嘛呀 要动手吗 哥几个说的话有点过了 不管怎么说 太平也是自己人 是 几年前离开了华气 自己出去打拼去了 但是也积累了经验 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次回来 的的确确是要解决华气的麻烦 可是关于下岗不下岗 那得厂领导来决定 还八字没一撇呢 大家伙都先别急 消消气 都不容易 先把台平带走啊 台平 走 走 大家听我说 别说了 让我坐 我葛代平 从小在华气长大 我心里 也深深地挨着咱们华气 而且 我已经跟三部的高层约定过了 这一次的中外合资 如果顺利完成 我将会是这家合资厂的 总经理 到时候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把咱们厂子搞好 六十年代 咱们华气厂成立 八六年 五改期 是第二次创业 九二年军改名是第三次创业 现在是一九九八年 中外合资 将会成为咱们华气厂 第四次创业 而且这一次的创业 历史意义更为重要 它意味着 咱们的华气 将会以国际接轨 意味着咱们的华气 将会成为一个 国际化的重卡品牌 请大家相信我 现在的下岗 只是一时的困难 五年 五年后 咱们华气的产能扩大 我一定把现在下岗的 直播那全部招回来 现在的华气 还能撑几天 五天还是十天 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 就连这食堂 你们也吃不了几天了 华气就算是倒闭了 也不能用你这种人做主 对 先生那俩都让你丢地了 滚 国庆 小军 把他带走 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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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呢 那太平他怎么样了 没事 我们给他送到厂门口 他自个儿打车回去了 来 孩儿的妈张嘴 吃个水果补充一下维生素 来 给你放点儿 你教孩子他娘 感觉我下老了好多 那我就叫你孩子他爹 我必须是孩儿的爹啊 不过 其实吧 这三目啊 想要跟咱们合资 我觉得是条出路 因为这样 就能引进大量的资金 也能引进这进口的生产线 最重要的 是咱们能跟人学到先进的技术 可是万万没想到 他要谈什么下岗 这威曼要收购咱华气 就说到收购啊 我绝对不同意 可是人家也说了 把产能用足了 不搞下岗这一套 这我就很支持 你说这三目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有一点不可否认啊 学习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 提高生产效率 这本身是没有错的 合资初期嘛 有百分之二十的下岗率 我也能接受 瞪着我干吗 我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呢 未来的企业 一定是知识密集型 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 所以呢 对于我们现在的华气来说啊 我们得好好想一想了 我不管什么密集不密集啊 我只知道 那些年纪大的 文化水平不高的 体能差的这些老职工们 恰恰是他们 三十年前参加了 咱们华气的初创啊 人家在这儿 付出了青春和热讯 一辈子都搭在这黄土沟里 把华气当成自己家 那咱华气 是不是得给人家一交代啊 这情感跟规则有时候就是矛盾的 对我们现在的华气来说 我们只能先讲规则 而且只有先讲了规则 华气脱离了困境 实现了腾飞 到了下一阶段 我们才能讲情感 这我不同意啊 是要讲规则 但同样也要一起讲情感 咱不能像那些资本家一样冷血吗 这不是冷不冷血的问题 你好好想想 咱们华气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六十年代 我们的生产任务是国家分配 基本上是属于汉烙保收 只要员工能够正常上班 那工资就少不了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 我们的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那部队给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少 我们得自己去找市场 那能卖掉车日子就能正常过 那卖不掉 那工资就发不了 到了九二年 情况更加严重 仅仅能够卖掉车还不够 我们还必须通过改革精减人员 减轻国有企业负担 提高生产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 才有了下梗政策 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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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但是 咱们滑气那么困难的时候 咱都闯过来了 凭的是什么呀 是现金的技术吗 还是雄厚的资金啊 小夏 咱们当初凭的是 永不熄火的精气神 所以到了现在咱才有跟德国人 跟日本人谈判的资格 还有啊 那咱们的长辈 为啥要大老远的从这大城市里 为什么 为什么大老远的 从这大城市跑到这山沟子里 图的是啥呀 为什么要建设华气 那为的不就是 以后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那怎么还在这幸 还怎么还在这幸福的 生活的半路上 把一些老肉病残给抛弃了呢 这我不赞同 我不接受啊 烫啊 光说情感 是没有办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的 怎么不可能 那想当年我不是也凭借着 我那真切的情感 打败了我的竞争对手徐迟吗 是不是 沙伦 哪儿跟哪儿啊 不是 这徐迟的英文名叫什么来着 咽一下了 爱闯爱笑啊 我跟你说 不管你俩谁先出来啊 出来之后离你妈远点 你妈相处太狠了 以后跟爸爸在一块儿 别理你爸啊 华系不要你们 我这儿要你们 只要是一线的 我们通通需要 你上次说三倍工资 去你那儿能兑现吗 这个你放心 不仅兑现 年底还有奖金 我放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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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说你咋有赖 你们华系资金短缺 面临倒闭 我们民营厂 资金雄厚 缺乏人才市场经济 咱们公平竞争 吴总 你好 我厂正处在 生死 生死 坐 我现在来华系 就跟做贼一样 你都让咱华系人下岗了 你还指着大家伙 对你笑脸相迎啊 别人不理解我 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呀 我是在为华系找活路呢 丹安 我也是从小在华系长大 对华系和西建 都是有感情的 我不已经离乡这么多年 现在回来了 就是希望能帮到华系 当然 自己也想活出个人样 让我爹看看 我提出的方案 大家都反对 其实他们真的应该去看看 日本的那些车企 就拿三部来说吧 人家的职工只有五千人 可年产值却达到五千台 这里面的差距 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人家用我们四分之一的人 去创造出 我们三倍多的产品 年产值达到三亿多美元 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艾美娅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很多职工十几岁就来华系了 他们没有其他的技能 如果下挂 他们一枚闻落 二枚技术 三枚有资金积累 你让他们干吗去 摆地摊 卖早点 修自行车去 可是长安 我们总有一天 要跟国际接轨啊 大平 你能不能跟你那上司 再聊一聊 咱们不搞下挂 搞分流 这百分之二十的人 吸纳到我们这个销售队伍 还有维修队伍当中 行不行 我们当然要扩充 销售和维修队伍 但即使这样 我们也没办法消化这四千人哪 大平 我问你句话 你希望华旗的未来 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认为 华旗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是幸福的样子 我们送那一包 是有机会的 也认为